水果浸泡酒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里子浸泡酒 这两年 水果浸泡酒非常风行 不就是 水果加糖加酒吗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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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浸泡酒的知识点 我们家的老婆是个野人 现在要爬到树上才栗子 我要上树 老婆来比个叶 Yeah 枝架栽种了栗子 你看这白色的部分不是农药 这个叫做果霜 轻轻擦一下就掉了 它可以保护果肉 防止水分散失 制作水果酒 要挑像这种 成熟饱满 红的发紫 果香味浓郁 如果不够红 可以让它再放个几天 清洗干净 晾干水分 一定要用玻璃瓶 不可以用塑胶的 塑化剂长时间会溶出来 用高浓度的酒 把玻璃瓶清洗干净 李子的表皮 有果辣保护 要藉由画刀才能让酒精 融出风味物质 刚才画的是十字刀 刀口会比较明显 像这样轻轻的画一些小刀痕 到时候酒果的成品 会比较漂亮 加糖 加糖可增加渗透鸭 将李子原汁释放 白糖、冰糖、二砂糖都可以 二砂糖会多一层测糖的香气 也可以不加糖 只靠酒精的渗透鸭 逼出李子汁 就是没有甜味的水果酒 我这是微甜 喜欢甜可以多加一些糖 40度的福特加 味道单纯 是非常适合的基底酒 可以展现李子的香气 李子胜出的原汁 会降低酒的度数 如果用9度太低的酒 像米酒、清酒 等原液释放以后 9度拉的太低 喚醒野生的酵母菌 会有变质的危险 水果与酒的比例是1比2 600克的李子 加1200克的福特加 裝置8分满 容器中的空气越少 越没有污染的可能 静置在阴凉处 最少半年的时间 不要太过好奇 一直开开关关 每开一次都会增加污染的风险 最后的果肉 可以拿来当下午茶的点心 或者是拿来做菜 也非常加分哦 这是我们酿了一年的李子酒 大家可以看一下 色泽非常的干净 而且非常的漂亮 我们常在说品酒的时候 就是清新淡雅 品质高 闻起来特别的清淡 有那么一点淡淡李子的味道 李子的香味恰到好处 酒精度大概20度左右 因为我们加了冰块 而且泡了李子之后 它的酒精度就会稍微低一点点 挺好喝的 Coffee dating期间 每天都在家 每天都好像在放假 每天也都好像在打仗 星期天的下午 要做什么呢 可以让自己有一点点放假的感觉 两件事 第一个喝一下自己酿的李子酒 再来一个甜点 又甜又腻 太好吃了 要跟大家预告的 这就是最好吃的李子酱 配一口李子酒 就像我们说的 李子 带我们上天堂 站